学校放寒假,学生攻读或出游 千万要小心自身安全 玉里警分局关于派出所就接获 有两名打工换宿的女大生 趁工休时骑车前往知名的玉里赤柯山游玩 不料却因为山区天与路滑 加上路跨不熟悉而受困 接获赖求助讯息的警方 在确认位置之后 从山下花10分钟时间抵达现场 协助把冲入山路边沟的机车给拉上来 也迅速把两个人平安再下山来秀一 接获赖通报求员讯息后 10分钟左右就抵达始发地点的远景 两人合力将摔落金正园区抖坡的机车拉上道路 让两名摔车受困 不知所措的女大生们也顺利脱困 先看看拉不拉得起来 哎呀底下很湿很滑 好没关系没关系 你们在上面等我看一下 它是卡了 它是没有卡了 应该是没有 我看看我先下去看看 玉璃警分局官邻派出所初步调查得知 两名女大生利用寒暑假来玉璃镇打工换宿 趁工休假期 骑车到知名的赤克山园区游玩 不料两人应初次到访 路况不熟 再加上天羽路华尔不慎甩扯手困 经远景透过LINE定位 火速上山救援 将两人平安在下山 也结束了两名女大生的惊魂之旅 这边应该 刚不知道搬哪里滑掉 应该是好的啦 正值学校放寒假 学生攻读或结伴出游 千万注意自身的安全 玉璃警方有耐心且细心研判 火速找到了摔车受困的女大生 并给予协助化解危机 也令两位女大生万分感激 也肯定玉璃警方为民服务高效率及时的救援 记者是玉璃玉璃采访报导 然后按照 颂 disappointment